看看我身上穿的 我不用外套折起來 我就是今天來為中華隊私吼 身穿藍白球衣 擺明就是要來幫中華隊加油的 台北市長掌彎機動到不行 因為大巨蛋的第一場賽事 可是亞警賽 從1991年到2023年 歷經了32年 五任市長折彈終於孵化完成 最終在台北市長蔣萬安的任內 終於啟用 我們秉持的就是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我們團隊就是展現一個 站在市民的角度 為市民的權益來著想 所以我們展現積極溝通 展現執行力 把功勞全部給了幕後團隊 但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卻認為 大巨蛋能啟用都靠蔣萬安 朱立倫算了不要講大巨蛋 老實講那真的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我們還是花很多力氣去 讓大巨蛋變得安全一點 前市長不服氣覺得自己也做很多的努力 但其實翻開巨蛋的孵化是 1991年龍石大戰 球民大喊我要巨蛋 讓行政院長郝伯村指示新建 1996年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 選擇了台北市立棒球場新建 但2002年馬英九當市長後 排版松山燕廠興建 2004年遠雄得標 2012動工 原定三年就要完工 沒想到在柯文哲上任後 2015年勒令停工 我覺得合約實在是太扯 當時一停就讓大巨蛋整整延宕八年 也讓很多正義案件浮上檯面 如今巨蛋終於能成功啟用 哪位市長付出的多 爭論不收 TVBS新聞 官網網APP